- There will be a smooth transition to a second Trump administration. 大家好,欢迎来到言论 还好我昨天没有偷懒,玩了命的通宵把视频给做了 如果今天放出来的话,肯定会有人说我是马后炮 您各位之前没有听错,现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最新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对外表示 美国政府将顺利过渡到第二届川普政府 他们会计算所有的选票,当这个过程完成的时候 才知道到底是谁当选了 在今天的美国,有人认为计票工作已经结束了 但有些人认为计票工作还没有结束 这就是美国版的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 川普在得知这条消息之后激动的发推特表示 怪不得蓬佩奥在西点军校的时候可以考第一名 一时之间一股父慈子笑,猝不及防的就喷了我一脸 随着美国国防部长的离职,跟他一起走的 还有国防部负责情报事务的副部长约瑟夫·克南 其实陆陆续续离开的美国高官还有那么几位 专门把这哥们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因为这哥们的职位是除国防部长以外最敏感的 而且这哥们在离职的时候显得非常的高调 接受了许多媒体的采访,个人也发表了一些观点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这些人离职的理由 跟川普团队陆续离开的那些人是一样的 他们不愿意再为了董王的个人利益去分化自己的国家 但遗憾的是,这种分裂并不会因为他们的离开而放慢脚步 我觉得反而会有可能加速董王变成疯王的过程 这对美国自身,对中国,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真疯其实一点都不可怕,怕就怕这种装疯卖傻的 感觉到担忧的绝对不会只有我一个人 就比方说还有这个老兄,美国马里兰州的州长 这个老兄在接受美国CNN最新采访的时候表示 目前美国的权力过渡情况真的很危险 他表示,我认为在这场大流行经济崩溃的中期 全国各地人民都在担心他们会不会经历一场过渡死亡 原来的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还会不会继续上班 而新的新冠病毒工作组什么时候才来上班 这还会持续多久,这简直太疯狂了 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 但川普表示,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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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在选票这件事情 还没有掰扯清楚之前,你们谁都别想走 或者你们都跟我一起走 即便是今天美国的单日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20万 但是在自由民主神教中还能有什么 比美式自由民主的程序正义来的更重要呢? 所以您各位在美国各大媒体的头半头条 基本看不到什么关于新冠的内容 就算今天北达克他州的州长表示 因为他们的医务工作者实在是紧缺 他们不得不让那些新冠检测已经成阳性的医务工作者继续工作 即便情况已经糟糕到了这样的地步 自由民主神教这种疯狂而且毫无人性的逻辑还会运转下去 灯塔国驻广州的领事馆还在不遗余力的 跟中国人科普说11月是原住民的传统月 但同样的一批人,他们长久以来完全不在意那些 如今还生活在美国的原住民 他们伴随着超高的自杀率、失业率、犯罪率、酗酒、滥用毒品、贫穷 疫情面前缺一少药 绝大部分的原住民自留地坐落于美国每一个州最贫瘠的土地之上 甚至到了21世纪的2020年 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用不到自来水 所以天性善良的中国人民就送上了自己最诚挚的问候 真的是太个隐人了 这个时候全班第一的蓬佩奥也没有闲着 根据外媒的报道 11月9日由昂山苏基领导的缅甸执政党赢得了这一次的全国大选 但是紧接着 自由民主神教的原教旨主义狂徒 像是灯塔国还有大英贩毒集团 马上对缅甸的选举结果表达了强烈的关注 蓬佩奥还专门发了一则官方声明 说华盛顿将继续密切关注缅甸的选举进程 并呼吁缅甸当局要确保计票和解决选举投诉问题 这个过程当中的透明还有可信度问题 不是我弱弱的问一句啊 这个人家用得着你关注吗 能不能先把自己家里的烂事处理完了再出来布道 我真的不是对这种宗教有任何的意见 我对所有的宗教或者说政治制度吧 都是满怀敬意的 因为我相信存在即合理 但是我真的超级反感那种 你只要不入教就把你当成异教徒的做法 偏执而且狭隘 事情如果真的做到你们这个地步 那不叫推广什么民主自由的精神 那尼玛叫推广邪教 今天的美式自由民主神教真的是越来越邪门了 邪门在哪呢 就比方说在当地时间的11月9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国别工作组第36次会议 在日内瓦举行 会议对美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审议 110多个国家发言 针对美国的人权状况提出了批评 还有改进建议 但是请相信我 美国政府压根就不会搭理这些 他原本应该平等对待的其他国家代表所发表的意见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最邪门的地方 人权标准得他们说了才算 人人生而平等固然是大家追求的目标 但是谁才能够算作是人 只能由美国人说了算 这种逻辑太可怕了 我从美国这次选举计票结果 没有出现压倒性胜利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 我很有可能会看到今天这一幕 毕竟我们偷窃我们撒谎我们不要脸 紧接着上一期的内容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11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其网站上 已经公布了新一轮针对伊朗有关的制裁名单 我在上一期的视频中也提到过 川普政府计划在新任政府上班之前 他们要针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的制裁 为的就是给拜登挖坑 为的就是拜登难以重回伊朗核协议 有四个人还有六家公司被列入其中 而这四个人当中有两个来自于刮刮倒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首它只是个前奏 真正要打击的对象还是中国大陆 我在上一期视频里跟大家分享过我的看法 我觉得董王向蜂王的蜕变过程当中一定会在中国问题上大做文章 就在11月10号世界卫生大会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 他们所谓的友邦 不顾主席的阻拦强行给自己加戏 公然支持娃娃们 最后世卫主席直接切断了视频会议的画面 娃娃们在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几天之后 再一次驰骋在了作死的大道上 从灯塔国海军陆战队登陆 再到公然挑衅联合国的权威 背后如果没有美国野爹撑腰 借他们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现眼 更不用说高调的宣布自己接受了美军的培训 但是很可惜 这一次娃娃们恐怕又得失望了 就在11月11日 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在《星条旗报》上刊文表示 最近有关于美军迅蛙的报道是不准确的 美国仍然致力于我们的一个中国原则 从最近这几次美国军方果断 而且非常迅速地向中国方面做出解释的行为 可以看出 在如今的美国政府内部 有一些人的脑子还是清楚的 当年抗美援朝之战不光我们没有忘记 记性好的美国人也没有忘 兔子急了是会咬人的 而且还挺疼 但是虽然现在在美国政府内部 还有一些人愿意充当中美之间的刹车皮 但是根据我这一段时间的观察 这种刹车的效果会随着像是埃斯伯这样的 美国官员的离职而逐渐的衰弱 其实早在今年9月 拜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虽然美国的经济遭受到了疫情的重创 但是他并不打算削减美国的国防支出 他会优先考虑对于尖端技术的研发投入 例如网络站还有无人机 随着董王借着中国议题做出越来越多的文章 还有美军内部刹车皮变得越来越无力 中国大陆的东南方向出现状况的可能性 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跟上一期我的观点一样 接下来的局势就得看董王会疯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您今天放眼全世界 你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不知道您各位有没有发现 咱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居然在不知不觉间 因为美国的一场选举而被分割成了不同的板块 咱们先从最简单的那一套分割法聊起 那就是今天的世界已经分割成了 已经给拜登倒过洗的 和还没有给拜登倒洗的两大板块 中国俄罗斯欧盟在谈起拜登当选问题的时候 都非常的谨慎 还在等待那个最后的结果 还有像是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印度 尤其是日本 已经迫不及待的给拜登送去了贺电 日本首相菅义伟更是公开的表示 想要率先会见拜登 加强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如果咱们再仔细去分这两大板块的话 那么我们大家就会发现 他们各自其实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但无论你所处的是哪一个板块 这种明显的政治信号 都表示各国领导人或者政治集团 对下一阶段可能出现的动荡已经开始了布局 有的想要渔翁得利 有的则想要抱紧大腿以求自保 像是印度、加拿大还有英国 那些明显冲着中国来的国家 我们要格外的提防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的11月10日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麦克纳尼 举置一本234页后的宣誓书 列举了川普团队发现的各种各样 在选举期间发生的舞弊行为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姐姐到底说了些什么 234 pages of sworn affidavits these are real people, real allegations signed with notaries who are alleging the following among other contentions they are alleging this is one county Wayne County, Michigan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re was a batch of ballots where 60% had the same signature they are saying that 35 ballots had no voter record but they were counted anyway that 50 ballots were run multiple times through a tabulation machine that one woman said her son was deceased but nevertheless somehow voted these are one of many many allegations in one county 从以往我对美国选举的观察来说 这样的事情其实每一次都有 你真的不可能完全避免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 如果咱们再邪恶一点去想川普的话 这样的瑕疵 有没有可能是自导自演的呢 但我今天其实并不想去聊 这些舞弊有多么的严重 因为在我看来 这些舞弊就算之后都被清算了 它也不会影响到最后选举的结果 我想要聊这个话题 只是因为它凸显了川普的决心 好了最后简单 帮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那就是在我看来 董王已经铁了心的朝着封王的方向去发展 已经进入到了一种不可逆的趋势 美国无论是国内政治治理 就像是新冠疫情的处理问题 还是对外政策都会进入到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期 而且这种趋势不会随着这一次美国的选举结束而结束 拜登没有任何能力去扭转川普化的美国 还有去对抗川普留下的这些政治遗产 至少在短期之内他很难做到这一点 所以小伙伴们 飞机在上升过程中遭遇到了气流 请您各位系好安全带不要随意的走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视频做的还凑合的话 麻烦您帮我点个赞留个言 你们各位对我的支持真的是太重要了 每天我就像是把自己的脑浆抽出来 变成内容奉献给您各位 如果没有您各位的支持 这活真干不下去 每天早上睁开眼睛 就有人来催更感觉像借了高利贷一样 如果您是B站的观众 麻烦您一键三连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留下您宝贵的弹幕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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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